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告 美国年年炮制所谓的军控防扩散与裁军尊业报告 给自己脸上贴金 以法官的身份对其他国家的履约情况平头论足 横加指责 肆意抹黑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事实上 美国自己近年来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可谓劣迹斑斑 特别是美国顽固坚持冷战思维 肆意挑动大国对抗 放手发展军力 极力谋求绝对安全优势 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严重影响多边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 对待国际义务和多边规则 美方大搞美国例外和双重标准 奉行合则用不合则气的极端利己主义 不断甩锅卸责 甚至不惜毁约退群 完全丧失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和担当 我想强调的是 报告对中国的指责纯属 捕风捉雨 自虚乌有 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 中方坚持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认真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和承诺 中国积极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审议进程 启动枪支议定书国内批约程序 推动外空军控法律文书谈判 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 维护世界和平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这种自以为是 动辄对他国指手画脚的错误行径 全面检视自己在军控裁军 与防扩散领域的所作所为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 对美方在尊约方面的合理关切